在這個浩瀚的宇宙當中 今天和我有第三類型接觸的 就是香港科幻小說家譚劍 你好 Hello 李敏 你好 我想在香港科幻小說 一定有一個聯繫點 就是魏康先生的科幻小說 《惠斯利》系列 相信對你一定有很大的影響 影響很大 故事就很擅長 用很淺白的文字 去說一個很動人的故事 而最厲害的 還有很深刻的語意 這也是令我著迷的地方 在他《惠雲》的科幻小說當中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款 就是你手上這本玩具 這本小說一開始 是一個很懸疑的方法 去說我的故事 說一家人失蹤 慢慢查到 這班人又是未來來的人 在未來世界裡 機械人就控制了人類 人類成為電腦的玩具 而在西方的科幻小說 應該有很多選擇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一些心水作品 我最喜歡的是 是奧森斯卡卡的《Anders Game》 那個故事說有一天 外星生物侵略地球 人類很幸運 擊退了他們 為了避免外星人 再打到那時候會輸 就建了一個軍事學校出來 去訓練小朋友去作戰 其中一個主角 Anders就是一個軍事天才 在電腦模擬遊戲裡面 打贏成年人 大家將地球的希望寄託 在這個小朋友身上 最後就派這個人 去跟外星人去決戰 故事最後 其實那個結局 是一個很反轉的結局 雖然這本小說 是改編成電影 但跟小說來說 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我建議大家 直接去看小說 很多時候看科幻小說 真的要靠讀者自己的想法 他的幻想能力 但有時候比較懶 人們就轉去看電影 那你自己呢 你喜歡看科幻小說多些 還是科幻小說改編的電影多些 這樣說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很喜歡看小說 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我基本上 我是當兩個完全不同的媒介 小說我覺得 因為它可以有很多的心理描寫 它就可以表現出 比較深刻的內容 和哲理 因為基本上 看小說的人 是可以內住 孤獨 很長的時間 看很深刻的內容 電影 往往是走上特技的場面 那裡 那很多時候 我們看科幻電影 就往往是看 場面特技 而不是看內容 那我自己 會喜歡選擇來看 就比較科幻小說多些 不過科幻小說 寫說 太空幾十個 星際戰爛爆炸 電影怎麼拍 全部都是錢 還有科幻小說 很深刻 那些寓意 我覺得你對科幻電影的要求都很強烈 你會覺得 最好加入一些人性 或者哲學 或者情感 先說情感方面 那個天煞二角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動人感動的科幻電影 就說過女語 語言學家 跟外星人溝通 但是溝通不到 其實故事是兜來兜去發現 原來那個時間聚事是關於 她自己的女兒的感情 她是少數元電影是好過原著小說 感動很多科幻電影 這個問題想問一問你 科幻小說的結局 都是有點灰灰的 人類都沒有什麼好結果 那是否共識在這個方向 反過來看我剛才說的 天煞二角 其實她的結局 都是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 你知道你的命運 一定是這樣 是不能扭轉 是一個悲劇 但你仍然要去勇敢面對 人如果他覺得很樂天 明天會更好的 反而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因為你變成你的抗壓力會很低 就是你知道明之前路很難走 你只勇敢去走 那你會覺得沒什麼